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 按照中国的古老传说 九是阳术 九月九日养个九象虫 所以叫重阳 也叫虫九 中国古人认为 重阳是个吉祥的日子 所以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过重阳节了 庆祝重阳节的活动丰富多彩 一般包括出游赏景 灯高远眺 观赏菊花 吃重阳糕 饮酒等活动 因为九九跟九九同音 九在数位中又是最大的数 所以重阳还有长久 长寿的意思 1989年 中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 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 成为尊老 爱老 祝老的老年人节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